哈囉大家好 我在很久以前的時候有拍過一支 把GoPro安裝在安全帽上面的一個教學影片 那其實其中的關鍵其實就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要找到這個J型扣 那第二個關鍵就是你要把它黏在下巴的地方 那無論如何的話 有些安全帽它的前面是尖的 有些安全帽是像這種圓形的 接近圓形的 那接近圓形這種會比較好 就是安裝 那如果你是尖的話其實還是有別的辦法可以透過一些支架 轉接到前方 反正無論如何如果你想要有最好的 安全帽視角 你一定要把它裝在上面 裝在前面 如果你把它裝在安全帽上面的話 它必定會 就是製造出一種 一種居高的影響 就類似你從卡車上面看下去的那種感覺 就不像是騎摩托車 它的位置雖然說只高了大概15公分 但是從 影片上你會很明顯的看出來 它的位置並不是在 接近人眼的視角 所以觀眾看起來也會很明顯的感覺出來 你安裝的位置並不是在 就是下巴 所以看起來就會沒有 安全帽下巴安裝的好 那今天要講的是針對 Hero 8 或Hero 9 Hero 8 我覺得也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我是推論啦 因為我只有Hero 9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告訴大家 Hero 8 需不需要 採取這種方法 但即使你是Hero 8 我覺得應該也可以適用這種 安裝方法 可以看到現在圖中的是 Hero 9 Black 那我們裝的是這個 Media Mod 其實乍看好像是 好像蠻OK的嘛 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其實你仔細看它的 安全帽你戴上去的時候 並不是直接這樣子戴上去 其實會有一種 往前傾的感覺 所以安全帽你戴在頭上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 就是 它真正的水平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看到 問題就出現了 它拍的畫面會有點太下面 那你會說不能再往後擺嗎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問題就在於說 Hero 9 的機身 比前幾代的GoPro 還要來的 Pole 太多 就是 體積上明顯變大 導致說 J型扣本身的這個 槽的這個高度 沒有辦法讓它再 做更多的空間去 往後調整 我們把它換成Hero 6 看看 這邊有一台 Hero 6 Hero 5 6 7 的體積就是一樣的 那如果你的GoPro是更久之前 那就更不用擔心 就可以繼續沿用我 很久以前做那支影片的方法 就是直接J型扣直接裝上去 不用任何的延伸指甲 那大家看一下 J型扣配上 比較舊款一點的GoPro 或是什麼樣的情形 看稍微就好一點 還是有點斜 但是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但是還是有點斜啦 就是 對 不然就是要把它J型扣 黏的上面一點 但是我覺得已經比 剛剛GoPro Hero 9 的時候還要好一點 因為它機身厚度稍微再薄一點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 輕斜的感覺 就 還是不是那麼理想 就 戴著安全帽上面的時候 你的臉是這樣看的 那個視角會變得拍的下去 你不會是水平的戴安全帽 除非你是這樣騎車 你騎車的時候是這樣子 安全帽的水平就是這樣子 安全帽水平是這樣子的時候 畫面就會往下拍 那看來HERO 6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我原本也會比較好 看起來也沒有 那我們就 介紹今天要 介紹的主角 這個東西呢 在網路上買應該 一兩百塊可以解決 如果會早一點買到 一百塊以內 我覺得應該都有辦法 這個東西呢 是這個 這個小東西就可以解決 你今天有所有的問題 它是一個延伸的小小質感 它是 二轉三的 這個是GoPro原廠付的 我忘記是在網路上買 還是它 啊應該是網路上買 就是有人好像閒置 然後就去蝦皮上收 拿這個東西的 目的 原本是設計給90度的轉接 就是你如果要裝在 GoPro公用的那種 外子 就是把GoPro黏在這裡 然後讓它轉90度 然後這樣子拍 類似一個這樣拍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官網安全帽的影片 其實是這樣宣傳 就是GoPro黏在左邊或者是右邊 這樣拍 這種安裝方法其實我也試過 而且我試過了兩三次 那 不管是用全罩還是四分之三 黏在側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 會有死角 就是因為你黏在左邊 所以你的 就算它已經是超廣角 你的 右邊畫面一定會切到安全帽 你黏在右邊的話 就是切左邊 就是它的反方向 黏左邊的話會好一點 因為它的鏡頭是在左邊 你黏右邊的話 因為它的鏡頭又更近 會離安全帽更近 所以其實會更容易切到 畫面 所以我才說我最終 刪除法之後 選擇的方法是只有下面跟上面 那黏側面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沒有辦法隨時看到你的GoPro 像如果你GoPro黏在下巴的話 你如果 沒有用細省也還算安全 你可以用雨光去看 你的GoPro沒有還持續黏在上面 那如果你黏在側面的話 假如說GoPro不小心飛走或這樣的話 你其實是沒有辦法看到的 因為你 這麼輕的東西 不是這麼重 這麼輕的東西 你黏在上面 它一旦飛走 其實你真的是 沒有什麼感覺 那你一旦 停下來的時候發現 怎麼GoPro飛走的時候 你的GoPro已經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黏在下面 是唯一一個可以讓你 清楚知道說你的GoPro有沒有存在的 的一個位置 所以 我們還是得回到 這個位置 那既然不要黏在側面的話 那我們剛剛那個東西還是可以把它 繼續再利用 它通常會附給你一支短螺絲 沒有短螺絲的話 用長螺絲也沒有差 我的黏的方法是 直接在這個傳統絕型扣上面把它套上去 至於你要把它延伸多少 這個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敲 就是它前面這邊 一樣是可以去做調整 前後前後 這都可以去調整 那因為我是不希望它伸得太出去 太過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 壓到最裡面 如果你希望呢 可以在 最裡面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反過來用 就是 反過來安裝 但反過來安裝又有另外一個缺點 因為反過來安裝之後 它這個整體高度提高 就變成說HERO9的高度再上去之後反而會擋到你的視線 所以才說我其實研究了一段時間說到底要怎麼樣可以去 安全的 然後不會擋到視線的 幾乎沒有缺點的去安裝 它的延伸底座 讓HERO9可以去裝 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前幾天有一個人在留言說 HERO9裝在安全帽上會不會很重 那HERO9其實雖然說 帳面數是大了不少 重了不少 但其實裝在安全帽上還是沒什麼感覺 除非你真的裝兔龍那種 鋁合金的材質 才會真的有感覺 雖然是原廠潛水殼也不會有感覺 好 那現在裝上去了 它這樣子也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它前面就是凸了一個類似 挖角的形狀 這時候你再拿出你的9 我就直接拿9 因為9是最後的 9如果可以的話 那5 6 7 7 6 5 4 3 2 1 一定都可以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已經解決了這個 厚度太厚的問題 它後面還有很多的雨衣可以去調整它的 它的前後 我們剛剛說到安全帽會是這樣的一個 行進的方向 配戴方式 所以這個鏡頭其實要稍微往後一點 去 配合它這個安全帽 往下傾斜的這個角度 你可以稍微再往後傾斜 你看它的傾斜可以到這麼斜 拍的有點太高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你的拍攝的水平 那我最後的發現是 如果你用的是原廠的潛水殼的話 它就 不會有需要去 調整的方式 你只要把它直接靠到最後面 它就會是一個很剛好的一個 一個角度 這個是它原廠的 60米的潛水殼 我一般騎車其實都是配戴這個 其實 很少數會用medium mark 因為medium mark它的防水性就會變差 那它的前面 跟 就是後面也沒有保護 好那這樣已經裝上去了 你看它的後面其實會卡到它下面的 這個 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 連桿 它的蓋子的連桿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剛剛好角度 你根本不用去多想 你只要把GoPro HERO 9的殼 跟Hero 9鎖上去 然後推到最後面 然後把它轉緊 確認這些關節都轉緊之外 之後 就可以正常用 它就是一個很完美的角度 這個是我最後發現的一個方案 那它雖然說這邊你好像看會凸起來一點點 可是其實你戴上去之後它就是一個 小塊黑色而已 並不會有太多讓你 覺得會分心的地方 那 唯一需要注意的點是它的現在關節變多了 所以你需要去把它 確認它的這三隻都有鎖緊 原本只要確定主要的有鎖緊 你現在就是多 兩個部位 一個是支架連接處 一個是支架本身的 延伸 就這兩個要多加注意 變成說 一根變成三根 但其實 平常這兩個也不會去做調整 你只是 需要去 放掉這個GoPro的這個桿子 其他兩個是不用管它的 那這個底座其實因為我 確定這個方向是 最好的方向 所以我其實已經用這種教給它 完全永久的幹上去了 那這樣子就會變醜啦 但如果你技術好一點的話 就可以弄的不會太醜 而且這已經是最不會更改的位置 可以考慮一下 這位置是不錯 但如果安全帽太貴的話 還是不要 對 最後的產品就是這樣子 應該不需要裝GoPro來看啦 這樣子其實還蠻清楚 剛剛好的視角 又試圖 它會稍微突出一點 這樣也還好 因為你這樣反而可以看到那個螢幕的構圖 如果你需要構圖的話 完全貼在上面的話 你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跟訂閱 會不會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見啦 掰掰 要跟視頻下 報告 就下一次 感谢观看